誰要出來打了呢 院長出來打 部長出來打 但是第一波是醫護第二波人員 但是大家還在等誰呢 說在等蔡總統嗎 其實我們包含了看到 泰國的總理 他說要給民眾信心 所以3月16號打了 英國首相他打的是AZ 他也說很好 沒有問題 日本的部分輝瑞 還有看到韓國 德國 但是看起來 我們的楊署長也說了 拖了20幾天才該開打疫苗事情 都是機密 一直說很謙卑 很會溝通的政府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聽署長怎麼說 你想想看 人家英國女皇14歲 她老公布里普親王99歲 他們都帶頭打了 你看美國的歷任總統 川普本來 說疫苗不好 現在也說疫苗好了 不過她還沒打 其他現任的拜登 通通打 所以我在這裡 我們全民的呼籲一下 是不是蔡總統也來示範一下 我問你為什麼耽誤了 耽誤了20天 這個疫苗不是3號就到了嗎 禮拜一是22號 將近耽誤了20天 這裡面有很多貓膩 第一個 他進來以後 只要確定 這個運送當中 這個溫度的保持 到的時候 他的這個包裝 有沒有破損 文件有沒有備齊 對 要檢查 馬上就可以施打了 每張就可以施打 我聽到說 什麼還要什麼虛菌培養 我都快分倒了 為什麼 這個疫苗安不安全 除了運送跟包裝以外 那麼所有的責任都在原廠 對不對 而且原廠是一定要經過 他是韓國接受 AZE廠的這個授權 這個所有的責任都在 這個還有品質管制 都在這個製造商 那我們要等20天 還要去檢查他不安全 這是莫名其妙的 所以如果到時候打不完 那我覺得 衛福部要負重大的責任 為什麼要搞這麼久 才確定他是不是安全 這是從來沒有過 我們以前 這個從國外進口這個藥品 只要他合乎人體實驗 而且美國的FDA 或者是英國的這個EMA 通過的 我們最後做文件審查 這次耽誤了20天 然後如果他們打了以後 確定變成非下次再打AZE不可 就不能再打別的疫苗了 AZE還是要打AZE 那麼時間呢 很顯然是非常的緊迫 所以好多東西搞不清楚 然後蔡總統一再交代 說要做好好的溝通 對不對 所有的官員都要做一個最會溝通的政府 可是這個疫苗是人家減剩的呢 多少錢呢 這怎麼來的呢 來了11萬7千劑 這個很多都不知道 都列入機密 那這個是一個會溝通的政府嗎 所以我們這些官員 如果不能夠照蔡總統的指示 是不是應該要自我了斷 我不是要切伏 我不是這個意思 是可以離開了 我們不是跟COVID嗎 可是後來又說這一批 11萬7千劑是跟原廠買的 對 所以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這個監督政府的在野黨 你們這些立委要加油啊 怎麼看一個秘密會議 什麼都沒有問出來 哎呀真的是 我們的這個監督機制 還是我們的這個執政黨 1450帶風向太厲害了 那這些立委全部都聽蔡總統的話 可是蔡總統要這個 做最會溝通的政府 可是也沒有做到啊 到底是這些人要自我了斷 還是請蔡總統自我了斷 因為他的 這個交代的命令 都沒有人執行 那這是怎麼回事 我也搞不懂 好的確我們剛才看到各國領袖 其實都已經是來接種了 但是呢 蔡總統還在等什麼 那我們的國民黨立委 正前就說 蔡總統先打民眾才OK嗎 你先打我OK 那我們請教王教授 王教授剛剛說 蔡總統一定會打 你覺得他一定會打 我相信他一定會打的 因為那個AZ議員 剛進來的時候 曾經有記者去採訪 那個立法院長 游錫坤院長 然後他指出說 如果今天會安定民心 他也願意出來打 但是因為這是 行政單位的責任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 為什麼今天不是 蘇貞昌出來講這句話 或者是蔡英文出來講這句話 那時候我們討論的就是說 我相信蘇貞昌院長會出來打 陳時中部長也會出來打 蔡英文總統也會出來打 只不過說 他們不會在同個時間打 為什麼呢 因為這11.7萬劑的 AZ的疫苗 主要的是針對一些醫護人員 他們當時出來講的是說 因為醫護人員優先 所以他們不要搶到這個配額 好那今天會讓人感覺到 我是為了醫護人員 我今天不去搶 但是果然要開始打了 蘇貞昌就出來說我會打 那我相信陳時中部長也會打 那蔡英文總統 我大概估計什麼時候 她說會打呢 是當後面有其他疫苗進來的時候 全民可以開始接種的時候 好我是全民的總統 我身先士足 我開始打 以安定民心 所以我相信這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打疫苗這件事比較政治化啦 我總是感覺到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政治一個操作啦 那另外我覺得要更重要的 一個觀察點就在於說 我們已經炒了一個月 11.7萬劑的AZ疫苗 那我更想知道就是 那其他疫苗什麼時候進來 大家好像已經忘記了 忘記這件事情了 所以我可以感覺到 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政治操作 我先讓你的這個 11.7萬劑的疫苗 先讓你炒一個兩個月 之後我跟你講說 我有其他疫苗出來了 我就一直跟你炒作到年底 都在講我們什麼時候 會進什麼樣的疫苗 誰開始打 那今天我可以講 如果是這個樣子 那聲量都會再集中在這幾個 那個不論是蔡總統 或者是蘇院長 或者是陳部長 還有最主要的 明年要開始選舉了 所以你覺得這其實 都是一個政治的操作 如果我把它思考成為政治操作 我一定讓這個時間延長 原因是因為 防疫是全民的一個共識 我相信大家都會非常關注這一點 我就光講一件事情 11.7萬劑其實打下去 沒有什麼防護力 原因是因為像英國來講 已經打了六成了 然後他們宣誓在7月的時候 要全民接種 他在這個四個月的過程中 掉到全民接種 那台灣打11.7萬劑 又有什麼問題呢 全台灣只要1%的人民 願意打就是23萬人了 教授講到蔡總統會打 他認為說一定會打 只是這個時間拉長 那看起來也 就像剛剛講的 拉長拉多長不知道 因為第二批到底什麼時候 進來還不知道 那但是你覺得說 他還是一定會在 這一次他是絕對不會 他這次沒必要嘛 因為蘇貞昌院長已經出來說 他要打了 那我們別忘了 他一個陳時中啊 那我是覺得 如果以政治操作來講 就輪流出來嘛